族人的平均余命近十年来持续落后一般国民 加上在长照服务、老人津贴等福利 原住民族申请都设定在55岁 因此立法委员陈寅希望提升原住民老人健康 及统一地方政府老年福利政策补助年龄 提议要修老人福利法 将原住民族老人法定年龄降低到55岁 整体国人的这个平均余命有上升 但是问题是我们跟其他族群的差距 也还是一样维持在将近十岁左右 那政府从来都没有从政策上 很积极的提出一个有效的方案 社家署长对此回应 缩小原住民族和一般国民平均余命差距 并非靠单一机关就能改善 不过福部提出IDS偏乡巡回医疗 长照2.0服务降低到55岁等政策 来弥补原住民族平均余命差距 原乡部落的这些的 不管是在医疗资源或交通 如何来维护我们原住民族 相关民众的这样的一个权益 让他不会有成乡落差 我想这个才是那个缩短 原乡原住民族里面 他们跟我们一般国民 平均余命的一个落差 但学者提到修正老人福利法 恐怕对提升原住民族 平均余命帮助有限 应该要找出平均余命差距的原因 从政策或福利保障上来做改善 根据内政部统计原住民族平均余命 和一般国民差距八到九岁 因此立委成宜建议 主管机关每五年检讨一次 原住民族和全体国民的平均余命差距 但对修正老人福利法 原住民族老人定义 决案在二十四号 已经送出未还委员会 交付党团协商 既然南部路论台北市采访报导